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陣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曾經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 投訴港台節目頭條新聞 內容顛倒是非 到了昨天 鄧炳強處長 又再去信廣播處長投訴同一個節目 這次就說這個節目內容是誤導公眾的 我們一起看看鄧炳強到底有什麼差事 他說的到底是否有道理 首先他那封投訴訊說到 說本署一向尊重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 亦欣賞桂台以輕鬆手法帶出信息 讓普羅大眾容易明白不同的社會議題 這件事已經夠好笑了 你作為一個部門的首長 其實你是一個政府部門的警務處 有什麼可能寫信給一個傳媒機構的頭 然後投訴別人的節目 你豈不是向傳媒施壓 你是公然地向傳媒施壓 不知所為 你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我想問你這個鄧炳強處長 如果有其他的傳媒機構 對於你的警察是作出嘲諷、諷刺的 你會否真的同樣地寫信去呢? 或是專欺港台呢? 因為覺得港台是作為政府核下的部門 所以比較好欺 這些就是你警務處尊重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方法 然後他就提到 自從去年六月反修例示威活動開始 頭條新聞的節目從來沒有譴責或批評過暴徒 也沒有譴責或批評過支持暴徒的人 社會上很多人對暴徒的暴行很反感 但頭條新聞沒有提過這些看法 這些根本就是嚴重地干預編輯自主 你當時教港台做節目嗎? 當時你教頭條新聞的編輯做節目嗎? 別人的節目喜歡說什麼內容? 你先頭第一段都已經說要尊重編輯自主 第二段就馬上干預別人的編輯自主 簡直就是自打嘴巴 竟然要求別人平衡地報導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意見 頭條新聞不是一個新聞報導的節目 你也會說是一個稀笑露馬的節目 更何況是警務處在港台裡已經有一個警訊的節目 警訊這個節目已經作為警方的喉舌 還不夠還要干預其他節目 有警訊有頭條新聞就已經是平衡觀點 警訊本來已經是幫警察做全聲筒 難道那裡會有諷刺警察的聲音嗎? 是不會有的 你竟然聽到頭條新聞有些噪音、雜音 你稍為不滿意 就立即要寫信去投訴 就指責別人不夠持平和客觀地反映社會現象 我想請問你這個警訊會不會報導一些警察所干犯的惡行? 是不會的 所以你有頭條新聞又有警訊的情況下 就已經是持平和客觀地反映了社會上不同的聲音 你還怎可以這樣去干預別人的編輯自主 還說沒有干預、還說尊重 這些簡直就是不知所謂到極 接著就說人家的稀笑露馬也有問題 就說季台經常說頭條新聞以稀笑露馬的形式反映社會現象 但是稀笑露馬只是表達的手法 節目內容必須建基於事實 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又教人做節目了 你真是鄧炳強好為人師 橫加干預 他就說相信季台製作節目應該反映事實 讓普羅大眾明白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而非誤導觀眾 這些指控也是好笑的 你說人家反映的不是事實 實際人家反映的事實是不適合你鄧炳強和警務處聽 什麼不是事實 欺笑露馬有什麼問題 你鄧炳強自己和明星足球隊吃飯的時候 夠公然地說 就說做警察也是學成龍大哥和方忠信 然後為什麼去到區議會說話那麼厲害 就是看了智偉的開心字典 你講這些就行 然後就說自己以一種幽默的形式來表達出來 就指責有些人小提大做漁獲自保 現在你起不是是一模一樣 你不是也是小提大做漁獲自保 你主要針對的其實是頭條新聞裡頭 有一個欄目 就叫做京方信息這個環節 王喜做那個你就不滿意他 因為他就是諷刺差佬好到辱 這就是鄧炳強指控別人 他就說 警方信息的環節 就會令到觀眾對警隊產生錯誤的看法 誤解警隊 若然大眾因此對警隊失去信心 不法之徒就會有機可乘 香港的治安難以維持 這絕對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 這些指控是離譜的 鄧大署長 市民對於警隊失去信心 不是因為看了你這個頭條新聞 是自從去年6月9日開始 在過去大半年以來 警察所作所為 大家市民所見所聞的親歷其境 親身的經歷 全部是感受得到的 請問對警隊還有什麼信心 請問 要看完這個頭條新聞才知道社會的現象 不要愚蠢 警察在18區 有哪一區沒試過扔催淚彈 有哪一區沒打過年輕人 過去大半年以來 你做過什麼惡行 還需要看頭條新聞才對警察失去信心 你都愚蠢 如果對警察有信心 去年區議會選舉 你那些人不會輸到貼地 那時用大言不蠶出來說 下個星期就會民意逆轉 沉默的大多數就會出來 去哪裡? 回家睡覺嗎? 離譜還在說別人的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只不過是以一個 稀笑怒馬的形式 來將市民的民意反映出來 如果警察是受歡迎的 頭條新聞不用你投訴 自然有人瘋狂地向通訊局投訴 不知所謂這群藍絲或建制派的人 很喜歡扭曲一個觀念 就是公共廣播的觀念 經常覺得香港電台是由政府公帑出錢的 因此香港電台只能夠成為政府的喉舌 只能夠為政府的政策措施保駕護航 不能夠批評半句 這是錯了 完全不懂公共廣播的觀念 有空你這位鄧炳強大署長就向張敏儀張大姐 前廣播署長請教一下 什麼叫做公共廣播 雖然這個香港電台是政府其中的一個部門 他是接受公帑的資助 但是他身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其實這個公帑都是屬於市民的錢 他是應該為民喉舌 不是為政府的喉舌 你大把政府喉舌是不是? 周庸搞的就已經是 你自己喜歡的可以出資搞 搞多少個都可以 但是香港電台就一定不可以成為政府的喉舌 因為根本上的定位就不是這樣 你不要將公共廣播和官媒混為一談才行 這是香港的 還有通訊局剛剛遇到剛剛有一個巧合 今天突然宣佈了 說要撤銷要求本地免費電視必需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 根據現時的安排 TVB和ViuTV需要按照通訊局的指示 每個星期在他的綜合中文頻道分別播放三個半小時和兩個半小時的港台節目 但是通訊局就說在1月9日收到TVB提出免除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 考慮到持牌機構的要求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意見之後 就認同現時已經沒有充分的理據 繼續要求他們播放港台節目 於是便免除了有關要求 這些電視台就可以騰出頻譜和廣播的時間 提供更多元化的電視節目選擇 這件事根本就是時間點非常吻合 在鄧炳強大署長連續兩次提出這個投訴以後 通訊局就作出了這個批准 到底這個決定是純粹的考核 還是充注一些港台節目 例如頭條新聞而來的決定 交給市民來判斷 但是你做這些決定其實就沒什麼為了 三個半小時 即是每天半個小時的港台節目時段 你就剪掉它 首先TVB的收視 如果不是有現在這個非常時期的話 它就不會升 只會一直跌 當這個非常時期過去了以後 市民陸續出街 那麼TVB的收視肯定就會暴跌 第二件事 你說批准這些免費電視台不再播港台節目 那你就不要播 實際影響最大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長者 而且是不懂得上網的長者 如果現在那些懂得上網的長者 懂得用智能手機的長者 他要在YouTube上查頭條新聞有多難 我就不相信那些人只懂得看TVB 對不對 現在有很多長者都很聰明 懂得上網搜尋 一查頭條新聞就已經看到了 你現在這樣搞兩搞就變成頭條新聞 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受歡迎 收視就更加高 只是上一集而已 頭條新聞就在YouTube上錄得了一百萬次的點擊 那你就繼續來變相吹局吧 至於那些不懂得上網的長者 那真的沒辦法了 唯有靠那些年輕人 教他們怎樣來用智能手機 其實都很容易學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